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这一切的罪过 上帝饶恕我们这一切的罪过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的允许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 求主赐予我们幸福 求主赐予我们健康 求主使我们拥有满足 求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求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国家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只有上帝能帮助我们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都做上帝的儿女 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醒悟过来 认识上帝 领受上帝的话语 领受这应许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信仰告白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运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 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上帝也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的祝福 上帝给我们健康 上帝给我们物质上的财富 这一切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而且就摆在我眼前 我们得不到这么好的祝福 分明是因为这原因出在我身上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我的错在哪里 如果我们能醒悟过来 如果我们能找出这个原因 那么我们来聆听上帝的声音 我们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绝不害我们 只要我们听从遵行上帝的话语 就能领受这一切呀 如果一直以来我犯错了 犯罪了 只要能承认自己的罪过 只要能向上帝承认 认罪悔改的话 上帝是饶恕我们的 而且不再纪念我们的过去了 我们找一下雅各书 雅各书二章十七节 十八节 十九节 那魔鬼也相信上帝 而且相信上帝是只有一位的 那么我们信主 我们信耶稣基督 我们信上帝 是不是真实的呢 而为什么说信主的 还要去分党结派 那么我们信的人 如果始终不醒悟 不认罪不悔改的话 因我们的罪过 连累一个国家 而当我们顺从 听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不仅使自己得救 能使这个国家得救 当然了 这听从上帝的话语 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雅各书二章十七十八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只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 只给你看 你信神 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阿们 以福所书四章 一到五节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 那么如果我真实的相信 上帝是全能的 那为什么很多教会还在分党结派 甚至相互毁谤 诋毁呢 如果说真实的相信上帝的话 怎么还要争吵 纷争呢 为什么教会分党结派 那福山第一教会呢 福山第一教会 我们要只跟随上帝的话语啊 遵行上帝的话语 听从上帝的话语 照着上帝的话语而活啊 因为全能者上帝只有一位 那么唯独通过基督 使我们认识上帝 那么基督是一位 圣灵也是一个 洗礼也是一个 我们属于基督的 我们信奉主耶稣基督的 那就是在基督里合一 是合而为一 是和睦的 听从上帝的话语 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是有奇迹发生的 那么为了祷告 为了祷告 为了求告神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要悔改 认罪悔改 那么认罪悔改的祷告 至少要做两个小时吧 四分之一呢 通过就分四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 通过圣经的话语 认识到我的罪了 就是通过听上帝的话语 通过听讲道 我认识到自己的罪过 也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了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啊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 承认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我内心的罪恶 洗净我内心的伤痕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就是 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献给上帝 感恩感谢 赞美上帝 这正是密西米基九章提到的呀 那么雅各书二章十七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阿门 雅各书二章十七节 那么 鬼魔也信上帝 也只有一位 确实战警 那么当今的教徒们 当今的信徒们 今天醒悟过来 认罪悔改吧 说是信主的人 为什么要分党结派 为什么很多的教会 属乎教派 分党结派呢 那么如果有些信徒 来到我们教会 分争争吵的话 我们就不理会这样的人 因为分争争吵 那就是属魔鬼了 在基督里是什么呀 是合而为一的 是和睦的 圣灵是让我们合而为一的 圣灵的果实是什么呀 以弗所说四章三节 领受圣灵的人 就是合而为一的 不是靠自己 是上帝造就我们啊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信心就是 信上帝 就要听从上帝的话语 信上帝就是遵行 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活的信心 而这信心 正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以弗所说二章八节 并不是说我来到教会了 上帝 那并不是说我来教会很长时间 上帝才会赐予我这信心 只要我们 听从遵行上帝的话语 上帝就赐给我这信心 因为上帝是全能者 上帝是全能者 上帝赐给我这信心 这信心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的 那么有些患者来到我们教会 那不足的普通我平安牧师 有时候为这些患者 祷告的时候 他也能得到医治 那么当然了 疾病得到了医治之后 我内心没有守住信心 又离开 甚至背叛信心了 这时候呢 这疾病还会复发的 这信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一副所说二章八节 我内心怎样才能守住这份信心呀 我们说我相信基督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相信上帝 那么真实的信主 真实的信上帝 就要听从遵行上帝的话语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听从遵行上帝的话语 顺从这才是活的信心呀 那么有些人说 我现在很困难 家庭困难 每个人的情况困难 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这时候可该怎么办呀 只要能听从上帝的话语 肯顺从遵行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上帝帮助 不仅使我得救 是家庭得救 是这个国家得救 所以我们要领受这份祝福啊 因为顺从就是信心呀 因为听从遵行上帝的话语 就是信心呀 我们光嘴上说信 行为上却不遵行 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那就是假的信了 那么我们找一下 生命纪二十八章一节到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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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生命纪二十八章一节 读到第六节 一二 你若留意听从 以后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 以后华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 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 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 以及牛肚 羊羔都必蒙福 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 都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阿们 我们呼喊阿们 那么信心 就是要听从上帝的话语 听从耶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上帝使我做第一 上帝赐给我这么好的祝福 我得不到 是因为我没有遵行 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啊 那么神明界二十七章二十六节 我们再读一下 光嘴上说信 却不听从 不遵行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会怎样呢 按照自己的情绪 想骂人就骂 想毁谤就毁谤 这并不是信啊 这并不是信啊 雅各说二章十七节 刚才我们也读了 那么雅各说二章十六节就提到了 一个人肚子挨饿的时候 我们光嘴上说 哎呀 希望你好 那并不是好的呀 那实在地给他一碗饭吃啊 光嘴上说信 那毫无意义的 为什么韩国人信主的人很多 但是为什么很多教会都是分党结派的 而且都是属于教派的呢 我们听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活的信心 我们听从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 窗户外面之上啊 那么相互结怨结仇 相互排斥对方 那怎么能是合而为一的呢 比如说我们身体里 我的右眼会讨厌我的左眼吗 不会的 因为是属于一个肢体 是一个身体啊 那么据说在韩国呢 教会里面党派都能分出四百多个党派 四百多个教派 然后还会嘴上说 哎呀 为国家和民族祷告吧 这是不是很矛盾呢 那么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语 我们的内心要指一心一仰望上帝的话语 神明节二十七章二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阿门 不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 这时候百姓也都要说阿门 那么这是很可怕的 如果我们不听从上帝的话语 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如果我们不遵行 不听从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会遭受在那会咒诅啊 那这时候我们也要呼喊阿门 这个我们也要接受 也要承认的 而当我们顺从 听从上帝的话语呢 神明节二十八章一节 你若留意听从 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 祂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祂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那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怎么可能 君心这一切的诫命啊 我做不到啊 伦马书十三章十节 如果我们领受圣灵了 靠圣灵的话是有爱心的 不是靠自己 领受圣灵了 圣灵的果实就是爱心 那么领受圣灵的时候 就能遵行这一切的律法了 那魔鬼也知道 神只有一位 甚至魔鬼也信上帝只有一位 而且是战精的 而我们为什么却不相信 上帝是只有一位呢 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 所以我内心也不平安 夫妻关系也不和睦 国家也不平安啊 比如说我们遇到困难了 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了 那这时候呢 连根稻草我们都不想放弃吧 有一些希望我们也不想放弃 那么当今在韩国呢 假的教会太多 假的教派也太多 所以很多人都不信任这个教会 很多人都不指望教会 那么按照其他的方式呢 也没有出路啊 那么我们教会 只遵行上帝的话语 只照着上帝的话语而活啊 那么我们最终是要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最终是要来遵行 听从上帝的话语的 有些人算卦算命 有些人甚至是靠算卦算命 维持自己的生计啊 那也没有人敢说他 那甚至很多人是盲人 盲人也在给别人算卦算命 因为人家觉得自己 那算命的算卦的 觉得自己讲得很灵 那么甚至有些人也相信那些 而上帝的话语 真的是值得一听的 上帝的话语 真的是值得相信的 唯独上帝的话语是真理 唯独上帝的话语是实话 是拯救我生命的 是指引我一条活路的 而我内心不听从上帝话语 不相信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我内心是属魔鬼了呀 魔鬼不听上帝的话语 属败坏的 不听上帝的话语 甚至妨碍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 克林德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语啊 很多人说 哎呀我们做不到啊 是的我们是做不到的 使徒行众二章三十八节 上帝赐给我们圣灵 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时候 圣灵赶走我内心的恶魔恶鬼了 使我属于圣灵 马太坟十二章二十八节 上帝的国降临在我身上 这时候上帝造就我 上帝帮助我一切 曾经属魔鬼的时候呢 爱出自己的名声 曾经属魔鬼的时候呢 把自己推向败坏 爱争吵 爱纷争 爱毁谤别人 而领受了圣灵呢 领受了圣灵 是赶走我内心的恶魔恶鬼了 圣灵赶走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使我有爱心 使我遵行上帝的话语 使我领受上帝的允许 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的 全靠上帝的恩典 这圣灵也是上帝赐给我的 能让我们听从 遵行上帝的话语 这也是靠上帝赐给我的 也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呼喊阿门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祝福啊 神明教二十八章一切 我再来读一遍 你若留意听从 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 祂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祂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阿门 那么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全能者上帝 创世纪十七章一节 那么全能者上帝能让我活 也能让我死 全能者上帝能赐福于我 也能没收这祝福 是主宰着我的生命的 全能者上帝主宰着我的一时住行 全能者上帝能主宰着我的生死 主宰着我的生命啊 这位全能者上帝 能使我超乎万民之上 当我遵行 谨守上帝的一切诫命 遵行 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因为全能者上帝 主宰着整个世界呀 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领受了这么庞大的奥秘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么我们遵行 听从上帝的话语 不计使我们得救 使这个国家得救 使身边更多的灵魂得救 为主而活吧 我们呼喊阿门 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了 我们尽管 我们需要做的是 只一心一意 听从上帝的话语 只一心一意 仰望上帝的话语呀 而当我们不坚守的话 如果我们不遵行的话 不遵行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是要遭受灾难和咒诅了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 处于危机了 分明是因为这个国家 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语呀 那很心痛的现实是什么呢 那么曾经 韩国有一位总统呢 他以为他做善事 他以为他做的是好事 他把很多山上的那些 就是基督徒们 祷告的那些祈祷员 全拆毁了 那么这种的行为 真的是很痛心呀 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牧师 不讲实话劝阻呢 我们如果对抗上帝 我们找一下生命纪七章十节 如果我们恨上帝的话 就是死亡啊 如果我们对抗上帝 与上帝作对的话 就是死路一条 恨上帝的时候就要死的 而我们太多的时候 在恨上帝 恨上帝 而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 也没有这些 劝勉身边的人 生命纪七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向恨他的人 当面报应他们 将他们灭绝 凡恨他的人 必报应他们 绝不持眼 阿们 如果谁恨上帝 就是死路一条 是灭绝的 什么叫恨上帝 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 如果我们在这世上 恨一个人 不喜欢一个人 恨一个人 就是犯了凶杀罪了 如果我们内心 与上帝作对 恨上帝的话 反而死的是自己啊 而听从 遵行上帝话语的话 是蒙福的 而我们为什么 不愿意顺从 听从上帝的话语呢 正是因为我们国家 没有听从 不顺从 正是因为我们信徒 没有尊重 导致这个国家 遭遇了这样的困境啊 我们国家出事了 我们国家遇到危机了 为什么面对事情 我们始终不醒悟呢 正言四章十九节啊 我们听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是领受祝福的 而如果不遵行 上帝话语的话 就是遭受灾难和咒诅啊 神明记二十八章二节 我再度一下 你若听从 以后话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 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阿们 阿们 而且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子孙 千代呀 初爱集集三十四章七节 明世纪十四章十八节 很多人说 哎呀 我的遭遇怎么这么的苦呢 那么我的祖上 分明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 甚至没有顺从 犯罪 得罪上帝了 那没关系 我们今天 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今天承认我们祖上犯罪了 得罪上帝了 求上帝 饶恕我们祖宗所犯的罪过 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 上帝就饶恕我们 使我们成为崭新的新人 上帝赐给我们幸福 上帝赐给我们健康 上帝使我们拥有 钱财的财富 上帝使我们做爱国者 上帝能让我们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那么第三节 你在城里必蒙福 在田间也必蒙福 这无论是在哪 当我们听从 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上帝负责我们 上帝赐福于我们 那么第四节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 以及牛肚 羊羔 都必蒙福 阿们 那么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韩国的庄稼 种的还算可以 那么 韩国的农作物 算是还比较 有丰收的 那么 北朝鲜 为什么那么的惨呢 那都是因为 北朝鲜没有顺从 上帝的话语 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 导致 农作物 种什么 都没有什么丰收 甚至地都没有出产 那这差距是什么呢 差距就是 至少在韩国 是有信徒的 听从 顺从上帝的话语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听从 尊行上帝的话语吧 主啊 我们感谢主 上帝实在是真好 只要听从上帝的话语 只要 遵循顺从 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赐福于我们 所处的环境 上帝赐福于我们 所处的国家呀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无论大家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 先认罪悔改 向上帝承认罪过 认罪悔改 这时候上帝给我们 开路的 只要听从 遵循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上帝负责我们 上帝给我们 开一条活路 使我们顺顺利利的 我们呼喊阿们 第五节 你的筐子 和你的团面盆 都必蒙福 我们成了 如果我们听从 遵循上帝话语的话 我身边所有的环境 一起蒙福啊 这样多好啊 那有时候我们通过 媒体能认识到 北朝鲜很凄惨的状态 那么我们 我的家庭 现在遇到困难了吗 内心 听从上帝的话语吧 我们只一心一意 遵行 听从 一华上帝的话语啊 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其他 只要求我们 听从 顺从上帝的话语啊 做仆人多容易啊 就按照主人所吩咐的 就按照主人所指使的 如实的照做 如实的听从啊 所以做领导 做高职位的 需要看顾所有的一切 而下属呢 下属就尽管听从 顺从就可以了 全能着上帝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领受 这好的祝福啊 上帝多么多么的好啊 上帝改变我的命运 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国家呀 那么第六节 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阿们 我不知道不让我平牧师 在韩国也领受祝福 去了海外也能领受祝福 我真的是亲历 我真的是亲身经历 这上帝的话语啊 只要我们做什么呢 听从 顺从上帝的话语 遵守上帝的话语 那么听从 顺从 不是靠自己呀 当谁赢 当上帝引导我 当上帝指教我 教导我的时候 我如实的照做 听从顺从就可以了 没有一样是靠自己呀 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 使用我 就比如说 那我放昏了 我想睡觉 那就睡一会儿吧 等上帝需要我的时候 会叫醒我 让我起来的 那一切都是承认上帝 认定上帝呀 听从 尊心上帝的话语 比如说 就犯困了 哎呀 上帝 主啊 现在只剩下 三十分钟了 但是我特别的困 我想先睡一会儿 那 睡好了 上帝就会叫醒我 让我不迟到的 那么有一次在梦里呢 做了一个发大洪水的梦 然后我一下就吓醒了 一看 就像闹钟叫醒我一样 甚至比闹钟更加的精确 因为我做一个梦 被叫醒了 一看啊 就 就快到那个 成更礼拜的时间了 就没有迟到 听从 尊心上帝的话语 正是 上帝的恩典呀 能听从 能让我听从 能让我顺从 这也是靠上帝的恩典 是上帝赐给我的 原浪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 读一下吧 大家想做世界第一吗 大家希望我们的国家 做世界第一吗 大家希望大家的儿孙 做世界第一吗 我们每个人都做上帝的儿女 只一心意爱上帝 只一心意 听从 尊心上帝的话语 顺从 上帝的话语 我们呼喊阿们 无论遇到什么遭遇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只跟随上帝的话语 只听从 尊心上帝的话语 原浪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阿们 信子的人有永生 能去天国 而不信的呢 得不着永生 信上帝 信耶稣基督 正是要听从 遵行上帝的话语 信心就是要听从 上帝的话语 那么这信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而听从 能让我听从 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顺从也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我们找一下 以福所说二章八节 所以 这一切没有一样 是靠自己 全靠上帝的恩典 那么 今天我们 求上帝赐给我信心 求上帝赐给我信心 使我听从 顺从 遵行上帝的话语 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吧 我们的内心 只一心意爱上帝 听从 遵行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蒙上帝的祝福 无论去哪儿 都有上帝保护我 有上帝 使用我一条活路 无论遇到什么遭遇 都有上帝的美意 那么大家知道 倒霉的人呢 不小心磕倒了 也会被 就是一不小心跌倒 也会被磕磕碰碰 但是 幸运的人呢 不小心磕倒 倒在了一大堆的棉花糖上 也能吃到甜头 就举个例子 举个比喻 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 有时候一个人特别疲劳的话 我们就去 去打葡萄糖吧 就是输液输葡萄糖 那一个道理 就是倒霉的人呢 倒霉的人呢 不小心跌倒了 结果呢 就被磕磕碰碰了呀 但是 很幸运 有福气的人呢 不小心跌倒 也有柿子吃 听从上帝的话语 尊心上帝话语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负责一切 是非常非常的奥秘 是非常的奥妙 也很神奇 只要顺从 听从上帝的话语 上帝为我们负责啊 当我们听从 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是有奇迹发生的 那么当我们听从 顺从 尊心上帝话语的时候 疾病也能得到医治 这祝福就已经摆在我们眼前 那么在今夜 我们就听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吧 顺从上帝的旨意 而谁在阻碍我 让我不顺从呢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自己的理念 就是我自己 就比如说 我总是追求的是 世俗的教养和礼节 总是把世俗的一切 摆在第一位 这时候就没有听从 顺从上帝的话语啊 就比如说小孩子 想放屁就放屁 没有想法 没有 讲究世俗的教养利己 而我们成年人呢 就会各种各样的不好意思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纠结 当然了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我们也有时候是需要 讲究世上的教养和礼节的 那不足的普通我平洋牧师 有时候参加复兴会的时候 在吃饭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如果我真的实在是太困了 上帝允许我能躺一会儿了 那我就会躺一会儿就睡一觉的 听从上帝的旨意吧 遵行上帝的引导吧 有上帝引导的时候 我们听从顺从吧 真切的志愿大家 经历上帝的恩典 顺从听从上帝的话语 有上帝的引导 我内心确信这是上帝的引导 那么首先求上帝赐给我这份信心 使我的内心只一心一意 仰望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内心只一心一意 遵行上帝的话语 求上帝帮助我引导我 使我顺从与上帝的旨意 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和礼节 放在第一位 我们要把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话语放在第一位的 其余的全不重要 这时候一定有奇迹发生了 尼弗所说二章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阿们 我们呼喊阿们 信心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那么上帝赐给我这信心 上帝使我听从 顺从于上帝的话语 那么顺从呢 是我的行为 遵行上帝的话语 我的内心遵行 顺从上帝的话语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听从啊 我们都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只要我们能认罪悔改 上帝赐给我们信心 上帝使我们听从 顺从上帝的话语 只要能顺从 听从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上帝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做第一 使我们的国家蒙祝福啊 就在今夜 我们领受上帝的允许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啊 一直以来 我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一直以来 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超过了一切 我一直没有属于基督啊 格林德厚书 十章五到六节 求我父上帝 饶恕我的罪过 求我父上帝 赐给我信心 求我父上帝 帮助我 使我内心 只一心一意 听从 遵行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内心 只一心一意 爱上帝 使我们听从 顺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祝福 使我们的儿女 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父上帝 而我内心 始终 被我的想法和理论 纠正嘛 我的内心 始终把世俗 摆在第一位嘛 求我父上帝 帮助我 使我的内心 能够 只一心一意 爱上帝 求我父上帝 饶恕我 我一直 爱世俗 爱了自己的想法 求主 饶恕我的罪过 求主 帮助我 解决我一切的困惑 求我父上帝帮助 使我们的国家 得祝福 求主 赐福于我们的国家 使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得救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 祷告 阿们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一一的 把内心隐藏的一切的想法 我内心隐秘的一切的罪过 全一一的向上帝承认 告白出来 求上帝帮助我 求上帝赐福于我 使我获得信心 听从 顺从上帝的话语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